我希望會是這樣 如果他選擇的是前面那條路攬炒的 我只能夠說習近平你和中共是未必可以承受到這個政治決定的政治後果的 現在世界的焦點的確是在香港 很容易看到為什麼 不是我說就是 你看看在香港現在每天發生的大事 在人權自由受到游論 受到挑戰的時候 都是上了世界頭條 你就知道了 根本香港現在就是焦點 而很多自由世界裏面的人民其實已經認定了他們憑著觀察中共 怎樣處理在自由運動參與的香港人 是可以預見自己的未來的 現在這種想法 我想在自由世界裏面是越來越清楚的了 所以我相信中共是無法迴避的 或者今天也是時候跟大家講一講 和剛才講的思路有些關係的 就是在高等法院的袁仲廷兩位法官 判了這個緊急法違憲 以及根據緊急法的權力 在林鄭仲廷兩位法官 林鄭仲廷兩位法官們 立了一個禁蠻面規例 都在違憲這件事上 引起了國務院的發言人楊光 和人大發公委的藏鐵委 就好像發瘋一樣出來大罵我們的法官 然後香港那些不知所謂的 好像譚耀宗 譚惠珠 就暢商網說到這個大逆不道 因為人大常委其實在97年過渡之前 已經審視過香港的所有法律 如果在這個審視的過程是決定保留這個緊急法 就證明人大常委是經意作出了一個決定 就是緊急法是不為基本法 這些全部就是事後恐明的東西 就找來砌香港的法庭 但是我剛才不是說起這個美國通過了 這個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我相信美國作為這個自由民主陣型的大佬 如果美國通過了這個法案 很多人會跟著 我想我最近訪問倫敦的時候 他們已經說他們都起草了 所以我相信歐盟 澳洲 加拿大 這些是跟著來做的日子都不會太完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如果這次真的說 香港的法庭是連香港自己的法例 是不是違反基本法 都沒有權審理和作違憲審查的話 我相信就給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它證明了香港不再是香港 其實法治就是令到香港和上海 北京 深圳 廣州 最大分野的一件事 如果你說現在軍臨天下之勢 就是連香港的法例 哪條是違反基本法 都是由人大常委去決定的話 香港法庭還有定期的 如果香港這一制 是沒有了法治的防火牆的話 上海做不到的事 香港也做不到的 如果上海一早做到國際金融中心 他也不用靠香港了 所以我真的奉勸 中共就搞清楚 但我很快就講一講 其實這個好像譚慧珠 這些不知所謂的說法 其實錯都很重要 因為只要大家看一看 周法官和林法官的判詞第94段 你就看得很清楚 其實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 在庭審的階段 就不是這樣爭論的 他有略為提過 就是在這個回歸的過程之中 根據《基本法》第八條 如果有抵觸《基本法》的那些法例 就已經剔除了 這條沒有被剔除 應該都OK了 但是由於《基本法》一百六十條 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 以後 如果發現有問題 都可以 所以這位 代表政府的 資深大律師 就沒有去強推這一點 就說 當時沒有反對過 那就 沒有可能有流亡之餘的了 這個 日後 你一定不能挑戰 任何 在97年之後 過渡了的法例 根本 他就沒有這樣爭 還有你想想 法官也有說 如果你要這樣爭 你要提供大量證據 去證明 你當時是怎樣去做這個審查的 根據什麼原則做的 誰去做的 還有事實上 在97年之後 你想想 在很多刑事案上 那些嫌疑人 都是有理無理 都是提出 這條刑事法是違反 這個《基本法》裡面的人權 尤其是人權的公約 你當時政府有提過反對嗎 你在法庭裡面有說嗎 還有我很記得 譬如新界那些鄉事派 經常都說 我們是受到《基本法》保障 我們原居民的權利 是不變的 回歸之後 特區政府又要搞什麼城市規劃 又要收地去撤銷這個丁權 他都是制出這個《基本法》 就說你這些這樣的法例 是違憲的 大家都記憶猶新 是不是 那麼這些事情 為什麼二十幾年來 政府不說的 說香港法庭 你無權審的 所有這些事情 拿上來人大常委搞吧 沒有的 這些是歷史 二十幾年沒有搞過 你這次搞 那就是搞政治 還有我留意到 這個藏鐵偉和楊光的發言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全部呢 是當香港這兩位高院的 袁仲廷法官呢 是搞政治的 他覺得呢 你現在是挑戰著 中共的權力 你是挑戰著 人大常委的權力 你看他的發言就知道了 那麼他 但是 所以李國能呢 都頂他們不信了 就立即出了一個聲明 其實大家都記得 1999年的時候呢 在吳嘉玲案的時候 李國能當時就是 首席法官 那他一配出來之後呢 就當時梁愛思 當時的律政司司長 就轉達中央的意思 就說對他很不滿 就說你 區區一個特區的 這個終審法院 竟然呢 說自己 可以就著人大常委 的釋法 保留一個叫做 違反基本法的違憲審查權 這樣 很不滿 所以呢 當時呢 就有個 一個轉折的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就是判了 第一次之後呢 就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呢 就補飛 就做了一個 叫做二號判決 那二號判決呢 就說 哎 就是這樣的 人大常委的釋法呢 基本上呢 就是對特區的法院有約束力 就是 如果他是根據 基本法 來到去 釋法的話 這樣 那 最初我們就還以為 這個 所謂如果根據基本法的話 這句說話呢 是留了一條尾的 那就是說 日後呢 因為終審法院呢 就可以說 哦 這個某一個釋法呢 就是沒有根據基本法 來到去做這樣 這樣 但是 後來 不出一年兩年呢 就有 由流廣庸案啊 跟著幾件大案呢 其實我們的終審法院 就已經跪下了 了 就是說 人大常委 只要是進行一個 158條的釋法呢 對於香港法院 是有 絕對的 約束力的 所以 李國能呢 昨天就說 我們已經跪下了 其實 你現在 連 我們的法院 去違憲審查 本地的法律 你都不給 是不是過分了些啊 我希望你們不是這個意思 這樣 那 大家就明白 如果今次 中共呢 真是 作出一個這樣的 政治的決定 認為香港的法院 是冒犯性威 是跟他 過不去 是做一個政治任務 去幫這些抗爭者 又不去 止暴制亂 是非常之 不得三權配合的話 而走去釋法呢 那個 訊息 給 例如美國 剛剛過了這個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 美國 或者呢 就來很多 就是跟著 跟風去做的 一些自由民主 模式 奉行的模式的國家 就給了一個 彈藥他們 就說 香港在不香港啦 因為呢 現在呢 最重要的那個測試 就是 法制 是不是跟 內地 有個防火牆 現在沒有啦 現在全部呢 都是人大常委 來做事的啦 這個 這個黑箱操作 我們不知道 那個客觀準成是怎樣啦 那我們就再不信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有這樣的條件的啦 那呢 如果這樣走下去呢 你真的做這個釋法呢 就 等於 那個棺材 最後一口釘都釘下去 那你就為香港 一國兩制出了死亡證 那時候的結果呢 是很堪裕的 所以我真的勸習近平台 中共呢 不要這樣做 更何況 這個 這樣的 蒙面法 根本就一些 所謂止暴制亂的效果都沒有啦 反而是走過幾個月呢 根本就是令到香港更加亂 暴力更加升級 那你去補這條例做什麼呢 是吧 無謂補啦 是吧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呢 在現在最新的這個國際的形勢底下 當越來越多自由世界的人民 是明白 香港的今天等於有可能是他們的明天 他們呢 他們呢 就會很緊張去自己 救自己 這些自由人權 的時候呢 真是不要 走錯這一步 因為這一步 如果你真是走去釋法 而推翻高院的決定的話呢 後果是堪裕的 當然最後我當然是希望啦 就是11月24號 這個區議會選舉 是能夠順利去進行啦 我其實聽到林鄭星期二 可以順利進行這個區議會選舉 責任不在我 嘩 我真是整個責起 你是不是遲了職啊 你現在還是特首來的嘛 責任不在你在誰啊 難道在梁家傑嗎 就是你的問題就是 你要明白嘛 譬如聶德權開了那些條件 那些幹道不可以堵塞啊 那現在他就是堵塞啊 堵塞著洪水啊 但是你如果可以用到幾千警力去 用這樣的火力去打中大 去打理大 你為什麼不可以出那些警力來 保護那些票站去開通這個洪水 去保護港鐵啊 令到11月24號那個選舉 是可以正常順利進行 令到香港人可以最科學和平理性的 一票一票去表達我們的政見 是吧 所以這一句話 其實林鄭想著是推裝卸博的 就是他想著如果天天 星期日之前或星期日 當日阿爺下了一個命令 叫他要取消選舉 他就賴落香港人 賴落那些 自由運動的抗爭者 但是你想著根本林鄭才是最可以確保 這個選舉是和平順利進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清楚一點 林鄭其實都是幾離譜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順利在11、20歲號出來投票 用票來發聲